大家好 隔壁李阿姨送过来一盘茉莉花 就是这个花短就要开拜了的 她说不懂得如何修剪 就是想要她下一波花开得更多 所以她就送过来给她修剪 能够让她在下一波开更多的花 接下来就是给她修剪 首先准备锋利的剪刀 其实隔壁的阿姨也是不带会养花的 她只懂得观花不懂得养花 修剪的话看到哪些是开拜了的话 就要给她修剪掉 避免它消耗养分影响隔壁的 就是这些开放 就是花包 剪的话就是在花脱下来 大概第二对叶片 或者是第一对叶片修剪是比较好的 如果这些还要咬花包的呢 就特别的谨慎 不要剪到这些花包的枝头 好了 这样给她修剪完成了 下一步修剪完成 就要给她补点这种塑料复合肥 像这一盘的话呢 大概这里配有一个小勺的 大概半勺就可以了 不要给她放太多 避免这个肥力过剩 影响她的生长 这个盘毒就是微微适用就可以了 好了时间要先 待会这一盘茉莉花 还要送回给李阿姨的 好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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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期再见